大家好,我們是來自航通超智科技有限公司 我們主要做一些車隊管理服務和GPS定位追蹤服務 我們的產品都會服務每一個家庭的成員 例如有小朋友、長者、草物、車和電單車 我們產品系列包括有面前小巧玲瓏的GPS tracker 可以讓小朋友、草物和長者隨時攜帶在身上 還有隔壁這款智能手環 無論任何一個年紀的人 帶著手環可以有定位、心跳、血壓等功能的服務 之後有汽車追蹤器、車鏡 隔壁的是4G和定位手錶 最後今天我們特別想介紹的就是這款電單車追蹤器 我們的電單車追蹤器提供很多不同的功能和服務 首先就是一個實時定位 我們會用4G的網絡配合GPS定位技術 車主可以即時查看一刻定位 究竟在哪裏可以做到更快更準的效果 另外我們有一個電子圍欄功能 車主可以在指定區域設定圍欄 可以設定100-5000米 在電單車走出範圍時 會立即收到通知 例如很多車主會忘記鎖車 有機會被其他人推走範圍 當忘記鎖車而被人推走時 自自然而然會有一個警告 相信很多車主都很關心自己的車的情況 例如我們這個翻側警報 當遇到打大風的時候 會催塌了 跌到另一邊 或者遇到一些骨位 大骨位 有可能會被人推跌 的時候也會有一個翻側警報給車主 另外其他警報通知 例如電源被截斷、震動感應、非法啟動、翻側 以及電子圍欄警報都可以做到 我們還有其他功能 包括行車紀錄 車主可以查看到90天之內到訪過的路線紀錄 可以檢查之前去過哪裏 每一刻的定位是怎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我們叫1加3共同監護 例如車主去了旅行 或者在忙其他事情的時候 主用戶都可以額外授權深 家庭的成員 大家都可以一起查看電單車的位置 以及接收警報通知 價錢方面 我們的電單車追蹤器 會包了一年的月快 SIM卡服務 以及APP的使用 就是1380元港幣 安裝費請諮詢各大分銷箱 一年之後 逐約會包了一年的數據服務 以及APP的VIP使用 就是720元一年 我們的銷售點包括 Cosamotos Hong KongMoto 台灣機車 安定電單車 車迷城 188 Telecom 以及頭盔王 而我們其他系列的產品 例如我們的手錶 都可以在各大零售點找到 例如中國移動、百老匯和封閘